Hello 大家好 澳門社區再爆發疫情多人中招 暫時不知多少人 當局深夜隨即宣布 根據疫情防控需要 自6月19日6時起 從澳門各口岸離境人員 必須持有24小時內有效核酸檢測 陰性結果證明通關 至於從各口岸入境到澳門人員 就維持現行疫情防控措施不變 即是出境去珠海要24小時核酸 在珠海入境澳門7日核酸 不過這樣做肯定會令旅客大減 嚴重打擊澳門的博彩旅遊和零售業 本來澳門很久沒事 準備迎接暑假 希望有多客人做多生意 搞定收尾也要一個月 之後再開回就要7月底 什麼都沒有暑假 當局宣布 隨即將阿里亞加階66至66號C 嚴厲大廈 南環大馬路251號 德峰大廈BC鋪列維峰區 實施健康馬熊馬館仔 同時將順利大廈 即阿里亞加階64至64號B 阿風塑街38至40號A全峰樓 南環大馬路241至253號德峰大廈 列為防範區 採取共同措施 實施健康馬黃馬管制 當局表示將會按照分區分級 精準防控機制 衛生小組會跟進紅黃馬區人士的日常生活需求 由諸責部門負責提供日常生活和善食支援 不用怕 體育局做公佈 核下所有體育設施將會在6月19日起暫停開放 社工局亦將原定在6月19日上午10點舉行的公務員考試延期 如果再有碎身消息再update大家 大家想支持我可以掃片尾截圖二位馬 謝謝 下集見